那南山这首诗歌的前两章中 诗人就通过南山和熊湖之间的这个高低的对比 以及借用葛邪和灌带的这种成双成对来做比喻 讽刺了齐湘公的荒淫无道 文江我们知道他只是一位女子 在古时候女子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很多时候他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而齐湘公则不然 他作为一国的国君 完全可以有能力阻止这不光彩的事情的发生 但齐湘公却不知廉耻愈演愈烈 那相比之下 鲁国的国君鲁桓公看似是一个受害者 先是他的妻子与他人私通 最后他自己也死于齐湘公之手 下场可以说是非常悲惨 但是尽管如此诗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同情之心 在这首诗歌的后两章 同样也讽刺谴责了鲁桓公的懦弱和无能 义麻如之合 义就是种植的意思 如之合是一个疑问的句实 这句是问要怎么样才能够种好麻呢 答案是横种其母 横就是通横 从在这里通种 古人耕种田地是有方向之分的 东西向称为横 南北向称为种 要种好麻 首先要反复横种的去耕地 这样才能够收获丰盛 下一章的这一句讲到 悉心如之河 非福不克 悉心就指砍柴 这一句就讲 要怎样才能把柴砍好呢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一定要先有一把好的斧子才行 诗歌后两章的首句 我们看是非常特别 突然从粉刺 写到了种麻和砍柴这两件事 这文字的背后当然也是有所隐喻的 因为诗歌紧接着这两句就写道 娶妻如之河 必告父母 娶妻如之河 非梅不得 既然种麻和砍柴 这样的工作要有先前的准备 认真反复的耕地 或者准备分立的斧子 婚姻娶妻这件事 当然也要有重要的前提了 那就是要经过父母的同意 和媒人的介绍 那古人的婚姻 最重要的规则就是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这是一桩正当言顺 明媒正取的婚姻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那鲁桓公和文江之间的婚姻 从形式上来说 的确是做到了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前提 那文江从齐国嫁到鲁国 成为鲁国的夫人 他们的婚姻是名正言顺的 正当夫妻关系 但在这样一桩婚姻中 鲁桓公作为丈夫却是当得极其不够格 诗人后两章的末句就紧接着表达出了对于鲁桓公的无能的谴责 既曰告旨何又举止 既曰得旨何又吉止 举呢就是穷尽的意思 吉呢是极致的意思 那这两句都是在谴责鲁桓公 既然你和文江之间是明媒正取的夫妻关系 那你作为丈夫 而且还是一国之君 为何不能按照婚姻礼仪的要求 去约束好自己的妻子呢 为何要无尽的放纵他的行为和欲望 不加管束 以至于他婚后还能够和他自己的哥哥齐湘公 做出这么多的乱伦之事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鲁桓公的遭遇虽然是悲惨 但是他作为丈夫 明明可以和齐湘公在会面时 不带上自己的妻子文江 而且他在面对妻子与他人私通的时候 也懦弱无能 忍气吞声 最终只落得一个被杀害 惨死异国他乡的结局 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责任 也是因为鲁桓公他自己所造成的 自取杀生之祸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 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评读世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